女儿过国王一拳哄碎了五指山 拎着被五指山压了八百年的二郎神 一路向东 行走二十一万六千里 终于到了大唐 大唐皇帝勃然大喜 赐给他俩一人一把瓜子 让他们去门外克 从此他俩就变成了大唐的门神 克瓜子仙人 你凌晨三点给我打电话 就是为了说这 你睡了吗 废话 凌晨三点狗都睡了 可是我还没睡 新剧本还没想出来 我们下周更啥呀 行吧你继续说 我刚刚那个创意怎么样 咱们做一个东游记 从泥山出发 一路走到东土大唐 你认真的吗 是啊 他们为什么要去东土大唐 为了瓜子 你咋不说是为了葫芦娃呢 不要啊 那就是为了葫芦娃 他们到了东土大唐后 皇帝给了他们一把葫芦籽 二郎神就是葫芦娃们的爷爷 那女儿国国王呢 被镇压在葫芦山的蛇精呀 那蝎子精又是谁 谁是蝎子精 蛇精的丈夫被一起镇压在葫芦山那个 蛇精在葫芦山里渡劫 天杰大老爷没戴眼镜 一个没瞅准批错了人 把蝎子精给批死了 你敢这么写 信不信粉丝能众筹一个五雷红顶批死咱俩 呃 那这样 让大唐皇帝当蝎子精 啥 这么半年蝎子精手下的那帮小妖怪都省了 直接改成大唐的文武群臣 大唐皇帝横刀夺爱 二郎神爷爷悲愤欲绝 培养出葫芦七兄弟 冲进大唐拯救蛇精 喂 喂 还被五雷红顶换个故事 那咱们迫害三国演义怎么样 你说 吕奉仙带幼主孙权在刘备镇中七尽七熟 曹梦德闻之此事 陆衰孙权拜吕布将军为义父 这他妈得十雷红顶批成渣渣你信不信 那就诸葛亮带黄盖徐崇两兄弟三顾茅庐 请仲达先生出山 仲达先生是谁 司马懿啊 诸葛亮那么聪明 为啥还要请司马懿出山 因为想看仲达先生女装啊 重新想 河飞城下孙仲谋八百破章辽 似水关前行道容温酒斩女步 貂蝉断后鹤断挡羊桥 王朗针前骂死之攻击 司马昭白逆成脱孤 孙仲谋桃源三结义 滚 破剧本你自己想去吧 我要睡觉了